在光明乐观的愿景中,未来我们将生活在智能城市,无人驾驶汽车在智能电网上充好电后,会核对最佳路线。 公共服务和安全保障,将通过数据得以续致管理。 而我们家中的设备,会作为物联网的一部分互相对话,与更广阔的世界交流。 许多这样的服务会,通过5G传送。 如果你相信宣传,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手机上的数据更快,还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但这也带来了担忧。 如果我们未来最终依赖中国公司来传输这些数据,而这种依赖对我们的安全带来彻底改变,这将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会给五眼联盟带来巨大分歧。 五眼联盟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联盟。 美国正在盟友间大力游说,希望将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排除在5G供应商之外。 我们十分担忧,华为对中国政府的义务,以及它对美国和其他地区电信网络完整性的威胁。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总监埃瓦尼娜·Believe Neyman,说, 中国公司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西方私人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华为一直否认遭到中国政府控制,也否认其工作存在间谍和破坏活动的风险。 该公司创始人最近接受BBC采访时,重申了这些说法。 对华为参与本国5G网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不同程度上持负面态度。 加拿大仍在考虑,现在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英国。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马丁·Trey Martin,周三2月20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讲话中称, 根据目前与华为合作的经验,已经制定了测试5G安全性的框架。 他说,对华为来说,目前的监管制度,可以说是全球最难最严苛的。 他手下的官员表示,已经发现华为安全性和工程技术很差,但仍有迹象表明,英国可能与华为在5G方面展开合作。 如果英国与华为开展5G合作,那么其他国家不仅包括五眼联盟,还有欧盟和北约,很可能会效仿。 因为英国的审查记录,可以作为看照。 有前官员警告,这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英国前外交官帕顿Charles Patton,在一篇新论文中称,英国若与华为合作。 对英国网络安全性的担忧,可能会导致五眼联盟,以及如法国、德国或日本等其他国家未来不太愿意与英国合作。 维持电信网络安全的五眼标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和安全利益。 失去该保障将比情报交换报告减少更严重,并可能导致英国被排除在开发未来情报收集技术的工作之外。 英国与华为的特殊关系,始于21世纪初。 当时英国电信正在升级其网络。 而华为的报价,比其他家便宜数亿英镑。 英国电信对政府表示,他们计划跟华为合作。 除非政府愿意补偿。 尽管华为并未进入网络核心和敏感系统。 但出于对其安全性的担忧。 加上其他公司越来越多的使用华为的服务。 数年后英国创建了The Cell,来评估华为英国产品的安全性。 因为华为在安全以及公益流程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The Cell,最新一份监管报告,调低了华为相关的风险担保级别。 不过马丁在其讲话中说,报告中的这些内容,并不是中国进行敌对活动的证据。 华为表示,未来几年将投资解决这些担忧。 英国官员则表示,他们迄今未看到一个可信的计划,尽管如此。 种种迹象表明,英国希望顶住来自美国的压力。 继续与华为在5G领域开展合作。 预计未来两个月,部长们会做出决定。 关键看容忍程度。 马丁在布鲁塞尔表示,供应商市场必须具备可持续的多样性。 有一个信号是,尽管英国可能与华为合作。 但它对自己依赖的一家主导企业持谨慎态度。 批评人士担忧。 华为也许有中国政府支持。 长期而言,会通过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和制定5G标准。 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5G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成本。 在许多国家,电信公司为5G技术支付的费用,远高于预期。 他们现在会研究数字,并表明他们倾向更便宜的供应商华为。 英国的电信运营商说,5G与4G,在一个高度集成的系统中工作。 排除华为不现实,因为这意味着巨大的金钱和时间成本,最终导致英国处于落后地位。 与该公司断绝关系,还可能对中英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这会给面临脱欧的英国带来挑战。 问题是,如果英国不跟随美国,如果其他国家效仿英国与华为合作,美国和特朗普政府会如何反应? 目前,英国可能正寻求与美国达成脱欧后的贸易协议。 这可能会让英国进退两难。 这次关于华为的决定,也会给力来关心一切的五眼联盟带来压力。 俄军将拥有自己独立的封闭式互联网。 其所有重要信息,都只保存在国防部服务器上。 俄罗斯消息报12日报道称,这一封闭式数字信息交换系统,被称为多业务传输网络MPCC。 俄国防部表示,该网络第一阶段的建设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并在两年内投入使用。 据报道,该网络中将有自己的搜索引擎。 为了让它独立运行,俄军方将通过北极地区铺设专用工纤。 俄专家认为,军方建独立互联网的经验,对建设国家主权互联网是有益的。 另外,MPCC可以确保军队的数据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这一网络中的所有重要信息,都将保存在国防部的服务器上。 此外,它将使用大数据技术,在全国范围内,高速传输几乎任何数量的信息。 俄Fintech Lab公司首席分析师谢尔盖维利亚诺夫称,从理论上讲,未来的军事信息交换网络,可成为俄罗斯主权互联网的一部分。 目前,俄军方信息交流,主要使用封闭数据传输区域网络。 另外,军方还使用民用运营商的网络。 未来封闭数据传输区域网络,将全部连入MPCC。 因为这一互联网,是基于数字数据传输系统领域的最新国内成果创建,将使用自己的光纤。 为了满足俄海军和岸防部队需要,俄国防部已准备铺设一条北极光纤线路。 这一线路将北极与远东连在一起。 为了安全,快速地传输信息,俄军方将建立一个统一的控制系统。 配备现代化的设备和软件,信息安全统一通道,军事部门的文件和军事单位信息形成的数据档案, 将仅存储在国防部的服务器上,并不时进行备份。 这将有助于保存数据以防损坏。 届时,俄军将获得一个高度安全的用于保存秘密信息的封闭式银存储。 目前,俄国防部也开始着手建立区域分布式数据处理中心。 另外,MTCC数据库中,还将包括有关陆军部队,在机场和空中的军机,以及潜艇、军舰,甚至军用太空飞行器,不断更新的信息。 根据这些信息,可创建一个俄军现有部队的互动图。 在战争条件下,该网络的作用更加重要。 俄罗斯社手作侦查、指挥和通信综合系统,目前可以在平板电脑上,显示预定飞行军事行动区域。 柳玉鹏,原标题,英国安全大臣警告,基地组织正在复兴,可能在欧洲袭击客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